英文的单字有很多的类别 我们称它为是池类 那池类有它的位置还有它的作用 首先我们先从基本的池类来做一个大方向的介绍 先看第一个 贯词分两种 一种叫定贯词 一种是不定贯词 A或者是AN 还有特定的名词需要加上定贯词 那这个就是贯词的三个概念 我们现在来看第一题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The traffic accident was due to his reckless driving 为什么要加的 的就是表示有特定 就是特定指那一次的 或者是那一场 traffic accident交通的意外 主词写完了 因为是有指定 有特定 所以要加定贯词的 What's due to 是由于 由于什么 由于 He's reckless driving reckless是初心的 driving是开车 它开车初心造成了那个交通的意外 加上去我们看第二个 名词分可数名词 可数就有分单数跟负数 第二个分不可数名词 它都视为单数 像抽象名词 比如说幸福 happiness 还有物质名词 水 water 这些都是属于不可数的 我们视它为单数 单数就不能加s 所以这个观念要稍微注意一下 这个同学都已经知道了 我们直接就来讲例子 All humans human加的s就是所有的人类 这是主词 主词讲完了就要写动词了 Must survive survive是什么意思 必须要存活 survive 存活 暗是依赖 暗表示依赖的意思 依赖什么东西 来存活的意思 所有人类都必须依赖这个东西 air 空气 water 水 and sunshine 阳光 这三个东西来存活 空气 水 阳光 都是不可数的 所以我们没有加s 也没有加2 不能说 nl 一个空气 water 一个水 不可以 不可数 就不能加s 也不能加a 或者是an 这个是名词 这个 单负数 要特别注意的 不可数名词 是单数 接着我们讲代名词 代名词顾名思义就是代替名词 代替前一句提过的名词 如果你没有用代名词 名词会重复很多 这样就不好了 那代名词比较常见的是 bit跟day bit跟day是单数负数 这是代替相同的一个名词 事物 want跟want是 是用来代替 同类 但是不同一个事物 let跟those 单数负数 通常是用来代替 互相比较的时候 会使用到 let跟those 现在我们不妨看 第三个例子 I don't like this sweater 我不喜欢这个sweater 是毛衣 please show me another one 请拿另外一个给我 他不喜欢这一件 所以是要拿另外一件给我 一样都是毛线衣 是同类 但是不同一件 所以我们要用one 如果同一件 就要用it了 因为这讲不同一件 这件不好 我不喜欢 拿另外一件给我看 所以这个是不同一件 用one来代替 下去 我们来看一些练习 第一题 water in this river has polluted by chemicals water是主词 水 in this river 这条河流的水 已经污染了 被什么污染 被chemicals chemicals是农药 化学 药物 污染 好 现在我们看 化线的地方 是要我们修正的地方 现在我们看 错在哪里 第一个 the water 水 水 有没有特定 有 是指这一条河流的水 不是其他河流 而是指这一条 既然是有特定 我们要加定贯词 the water 这样子才是比较正确的 the water in this river 好 再看 第二个错误 has polluted 这是 现在完成式 主动 可是水 应该是被污染 被这个农药污染 所以这一题 应该要用的是被动 那被动是怎么写 这个水是单数 所以呢 它的被动的写法 要用has been polluted by chemicals 这样子才是正确的 has polluted 是主动 has been polluted 这个才是被动写法 有一个病在中间 这要特别留意 不太容易了解的 主动跟被动的概念 继续我们看第二题 we can get many useful information from the internet internet是网路 他说我们可以得到 很多有用的一个讯息资讯 从哪里得到 from the internet 从网路上得到很多 有用的实用的一个讯息 现在看一看 这里用的meaning information 这个是不可数名词 不可数名词 我们不能用meaning来写 不可数名词 我们要用的是用什么 用much 用much useful information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所以这个观念要特别注意 much 那么有同学可能会讲 我要用many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我们要注意 这个时候我们必须要用什么 用单位名称 我们单位名称的写法呢 就要用这样子 用many pieces 好 这个 我们可以用many 但一定要叫many pieces of 这种 pices of 就是指一个消息 一则新闻等等 所以很多新闻就要用many pieces of information 那么这个才是正确的写法 所以这观念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是不能用many 而是many后面要加上pieces of 不过这种用法比较少人在用 大部分都是information不可数的 我们全部都是用much来写 好 不用那么单 那么这个担忧会犯错 much information 这样就可以 那还有一些单字 那么也是不可数的 那我们要特别注意 哪些单字 是我们常见 不可数的 比如说 你们 这个带回家的那个家庭作业 Homework 这就不可数 Homework不可数 那家务事 也是不可数 Housework 那么家具 Furniture 也是不可数 Information 不可数 还有knowledge 这个也是不可数 所以呢 Advice 尊顾 劝告 在我们看见好像可数 但是英文 天天就是不可数 所以这些 Homework Housework Furniture Knowledge Advice 它不可数 就不能加s 这是第一个概念 第二个概念 一定要用much 来修饰 如果你要用many 那一定要用加 后面 Pieces off 要加进 这样子 才能用many 所以这个观念 很容易出错 要留意哦 继续我们看第三个 Air pollution in the city is western Air pollution 是空气污染 in the city 都市的空气污染 那么 is western western是比什么 还要糟糕 比in the country 这是两个地方的 空气污染 在做比较 第一个是都市的 第二个是乡下的 所以呢 都市的空气污染 比起乡下的空气污染 还要严重 老师刚刚有讲过 这代名词 这个let跟verse 常常就是用在 互相比较的时候 好 互相比较 两个地方的空气污染 在做比较 那么空气污染 在这边 单数 单数我们就要用 let 所以it跟one是错的 这个是不同 这是两个不同的 地区空气的污染 好 第四题 我们来看一看 第四题是 受伤的登山客 被救难队送去医院了 主题是哪里 受伤的登山客 我们应该先讨论一下 这个登山客有没有指定 有 既然有就要加一个的 所以呢 灌词用在特定的人物 一定要加一个定灌词的 受伤是用的 the injured the injured jurred 登山客 英文可以用 mountain 好 m-o-u-n-t-a-i-n hiker hiker就是登山的人 或者是climber也是可以 the injured 的mountain hiker 主持写完了 下去要写动词 这个应该是讲过去的事情了 受伤的登山客 被救难队送去医院 这个过去发生的事情 所以我们动词就要用过去式 那如何判断这是过去 只要是一秒钟之前发生的事情 就算过去式了 你讲这句话的时候呢 这个事情已经完成了 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就要用过去式 好 被送到医院 送是被送的意思 我们用被动 was sent to hospital to hospital 就是送到医院去治疗 was sent to hospital 好 那么被谁送 后面要加被动 那么被动 就要用by by就是接被动的 被救难队 那救难队有没有特定 有 有特定 就是救他的那一个 那个救难队 所以有指定 我们就要加的 by的rescue team rescue team 那就是解救的队伍 我们就翻成救难队 这是第四题的 那么贯词一定要特别留意 有特定的时候 我们通常都要加定贯词的 好 再看第二题 我们都知道 日出于东 而墨于西 这是一个 很固定的一个写法 我们都知道 我们的写法就是 we all know 我们都知道 后面就是另外一句了 日出于东 就是从 太阳从东边出来 英文的写法是 太阳只有一个 所以呢 只有一个的事物 我们一定要加定贯词的 所以月亮 the moon 太阳 the sun 地球 the earth the sun rises 上升 从东边上升 很多同学都写from 但是不行 东边我们接的 那个介细词是用in 不是from the sun rises in the east and 末 末就是下山 says in the west 同学写到这样 就觉得 嗯 老师 这个我都全对了 这样子就不对了 为什么 we all know 这是一个句子 这个太阳 出于东 墨于西 又是一个句子 这两个句子 应该要有连接词连接 这是英文的概念 可是中文常常过 两个句子都没有连接词 这个时候 就是我们出错的时候了 我们英文连接词 要补上去 不能用逗点 我们知道什么事情 后面是一个句子 我们就要用连接词 let来衔接 we all know let 那这个let 确实可以省略 省略之后 我们接的就接过去 可是我们就不能用逗点 逗点表示 这两个句子已经切开了 好 你连起来 我们就知道 这两个句子 连在一起写 表示 有一个let 省略掉了 好了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有关于名词 贯词 还有代名词的一些 基本观念的介绍 有关于名词